公事董事长改选案的争议现在已经演变成新旧董事互告的局面 先是现任的董事长郑同僚针对八位新任董事提出假处分 冻结他们行使职权 而今天另外一位公事董事陈胜福则委托律师 到法院案领控告郑同僚涉嫌背信和读职 公事董事长重选案争议越演越烈 现任董事长郑同僚向台北地院申请对八名新董事假处分 前天刚刚获准 今天上午另一位在政党轮替后补选产生的董事陈胜福 又委托律师前往士林地方法院案领控告郑同僚 我们提出就公事董事长郑同僚先生相关背信独职的行为 请求司法手段与解怒 律师转述陈胜福的声明指出郑同僚担任公事董事长两年多以来 公事法修法延宕没有像社会交代工广集团的规划蓝图 员工满意度也很低但正确每个月坐领25万元高薪 而针对公事董事会连日来的纷争 媒体观察基金会与美改学社共同声明 谴责公事董事会虚好社会成本有负全民所托 台湾季协也批评新闻局不顾监察院的纠正 导致公事董事会内各职一词 季协呼吁新闻局应该紧速举办行政听证会 始作俑者是新闻局 那我们认为它既然是造成这个一个乱远的一个开始 它应该要散后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季协会认为说应该要有一个行政听证会的一个方式 广纳公民的意见 另外公事工会今天也呼吁董事长郑同僚 在一周内举行员工大会 对全体员工说明近日来了纷争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